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逃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忠臣 那么主公选择了刘老板 我们是跟主公正对门的一个大忠臣的话 我们主持养玩家选择了我们的这个喜欢玩铁锁连舟的一个彭虹 那么铁锁连舟而行,动物水是可破 那么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是说这个彭虹 我们的彭虹给我们的曹老板建议 在这个什么战船上面用铁链子绑起来 就可以如履平地,无论是人还是马 都能像这个,像平地上一样 包括我们的我们的黄老头 我们的黄盖,黄盖老头也建议 炸祥之后也建议说是用铁锁连舟这样子走 所以说,那么黄盖说的那句话 那不是说我真正的铁锁连舟能把动物的水是能打败 这只是炸祥之祭,炸祥之祭去骗曹老板的 那么骗,只要能骗到那就是好计谋 当然我们的铁锁连环,我们的连环祭还是挺好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手里有两个铁锁,两个铁锁 铁锁连舟而行,动物碎是可破 铁锁连环一,铁锁连环二 那么路神这个家伙有藤甲,拿啊 我猜的没错啊,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应该要借助这个路神的这个藤甲啊 来打一波,来打一波输出 好的,铁锁连环一,铁锁连环二,九,火山 那么路神,你如果是忠诚的话 就给我乖乖的卖啊,因为 中瑶啊,和马超啊,绝对是大大的反正 那么路神他跳了一个忠诚 那么我们这个两个铁锁一连下去,那你 肯定啊,肯定这个 肯定跳了一个大大的忠诚 然后路神这个家伙确实啊,有闪都没出啊 果然这个,我们要给这个内奸啊,打一个啊 给给他点一个赞啊,确实啊 如果他不接我们的指令的话 可能说啊,我们还会赢,但是没有说啊,会打得这么快啊 那么我们这个铁锁连环绝对是爽的不得了啊 如果爽的不得了,那如果我们的路神换了我们的成昏 那就更爽了啊,九杀下去 加上藤甲,那就兴多兴多血了,就是一个大乘蹲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九火山,铁锁连环也是一个大乘蹲啊 也是一个大乘蹲,那么我们的这个,不是寻游啊,是左磁啊 我们的左磁,他开了一个万剑啊,提奔了一个万剑啊 损锁连环来说是提奔了一个万剑 那我们不怂啊,我们肯定这个,该闪的时候闪啊,该卖的时候卖 那么马超这个家伙死了之后,那我们就放心了啊 那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放心了? 因为他那个铁技啊,是能屏蔽掉我们的涅盘的啊,能屏蔽掉我们的涅盘的 所以说啊,所以说,这个马超意思,我们是比较安心了啊,我们比较安心了 好的,同心同德,救困不威,九杀,那么直接啊,直接足了啊 如果没足,那不好意思,我们铁锁连环一个,直接砍一刀,砍一刀的队友 那肯定是这个,能获胜的,肯定是能获胜的 那么我们第一把啊,体验了一把铁锁的快感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因为我们第一把赢了 肯定要为后面的几把啊,博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第二把,是一个二号位,不是二号位啊 七号位的大宗城啊,那么七号位的话 离我们的经典聚宝的位置啊,也是比较近的啊,所以说啊 这个,看看我们能不能触发经典聚宝啊 过河拆桥的话,这个小胖只需要来拆我们啊 哎,那拆就拆呗,是不是啊 只要小胖不要干的太过分啊 当然这个九杀蔡文姬的话 不明觉厉啊,不明觉厉 好在啊,我们的小胖啊,也没有猜错人啊 我们的这个蔡文姬确实是个大犯贼啊 好的,那么他刚刚一个决斗的话 哎呀,再加上这个方天三杀啊,那就爽了,那就爽了 好,守重守轻,一撑便知 那么我们拿了一个加一马,拿了一个杀啊,因为我们毕竟有闪啊,有闪 我们加一马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喜欢的啊 因为每一个武将啊,每一个武将都喜欢这批沈嘉宇啊,都喜欢这批沈嘉宇啊 哪怕我们的女的武将也喜欢沈嘉宇啊,那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 那关键型的时候啊,沈嘉宇就是能卡得你死死的啊,沈嘉宇就是能卡得你死死的 好,那么我们的蔡文姬的话就这样挂命去咯 那让他去吧,我不讲无名之辈 那么他果然是第一个去啊,并且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守柜啊,成就守柜 好的,法阵他是一个大忠诚,黄盖他是一个大反贼 那你法阵和黄盖,你这个记黄盖啊,法阵千万不能守残啊,你黄盖干法阵啊,你法阵千万不能守残 你如果一守残,点恩怨,那正好中了黄盖的下怀啊,那黄盖说,嗯,正中下怀啊 好,守重守轻,一撑变子,那么我们,嗯,有无双啊,有无双的话,有无双,还有烈弓啊,有烈弓啊,有烈弓啊 那肯定果断烈弓走起啊,那么我们血是一血,然后我们的手牌又是比当前的血量多啊,所以说我们满足了烈弓 强重加伤害的条件啊,所以说,那我们配合上连弩就是,杀,重,把一步穿扬啊,那么一杀凉血,一杀凉血,肯定是妥妥的啊,妥妥的啊,妥妥的 那当然,还是,还是,还是阵亡了,那没事啊,没事,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裂弓啊,那么,杀,重,百步穿扬,那么我们来了一把这个,狗定刀啊,来了一把菊花刀 好,那么这把菊花刀的话,感觉啊,我哪怕抱不了鹿神啊,我肯定要抱一个人,不然的话啊,我们要体现出这把武器的价值啊,要体现出这把武器的价值啊,好的 那直接过了之后的话,那就是,刚刚我们是放拳的回合,那么,现在是我们正常的出牌阶段,所以说,一杀,一杀,一杀,那只要我们有杀,那只要留上放拳给我们,我们有只要有杀啊,只能摸,只要摸得到杀,那就是,杀,重,百步穿扬啊,百步穿扬,那你陆神,想,他是有身后的排队啊,但是,那不好意思,我连你出牌的机会都没有你,那你身后的排队就没用了啊,就没用了,好的,那么我们第三把的话是一个, 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忠诚啊,跟我们的庞桶啊,跟我们的庞桶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啊,跟我们第一把庞桶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又是跟主公正对门的话啊,那这个忠诚属性啊,如果一旦我们选豹将的话,忠诚属性就比较高啊,好的,那么我们未延起手啊,也是比较给力的啊,起手摸到了一张这个神南蛮啊,摸到了一张神南蛮啊,那这张神南蛮我们肯定要藏起来啊,一蓝 我们要藏起来,二蓝我们肯定要在关键性的时候放出去啊,那么这样子放出去啊,才会体现出这个南蛮的神这个字啊,那么如果现在开的话,我们肯定啊,南蛮肯定是南蛮,但体现出这个,体现不了这个神的价值啊,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蔡文姬开了一个南蛮啊,蔡文姬开了一个南蛮的话啊,我们其实还是没必要开啊,因为如果一开的话,一来啊,我们有可能会受不到人头牌,二来的话,反而祝,祝容这家伙,又拿了一张南蛮,这样的话,等于场上有,开了四个南蛮,那祝容他肯定有南蛮,他一来,他肯定会放,二来的话,哎呀,这个家伙没放啊,估计他也是怕曹丕,或者大些反贼方有桃子吧,搬来搬去啊, 估计也是怕这一点,那么没翻的话,那就没,没放的话,就没放呗,是不是,我们还怕祝容把曹丕给打死呢啊,好的,那么我们的曹丕要顶住啊,顶不住的话,那我们这个桃子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把你捞回来啊,好的,你还有一个桃子,那问题不大啊,那问题不大,好,铁锁连舟而行,动物碎势可破,我们的黄盖他确实啊,这个大反贼,那为什么他冰勒不去勒曹丕呢,反而去勒了一个左慈啊,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夏侯渊啊,他是神速一,神速二,都是大曹丕,那应该是个大反贼啊,应该是个大反贼啊,或者说是夏侯渊他有可能是忠诚,曹丕他不领夏侯渊的情啊,那也是,也有这种可能啊,那么我们暂时先不管夏侯渊是忠诚还是反贼啊,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要体现出这个南蛮的神了啊,因为场上已经有人残了啊,成王败寇,怎可有勇无谋,那么配合上, 我们这个南蛮啊,那就是我们开启排队的节奏啊,开启排队的节奏,好的,那么这个马超的话,你快点呀,啊,我们要动手了,那么再不动手啊,这个曹丕要被你们干掉了,那么与其被你干掉,那还不如我把一些反贼方全部干掉啊,好的,那么左慈是个大忠诚啊,那么顺手牵羊,走起来,那么成王败寇,整可有勇无谋,那么我们喝个酒啊,那么该开大的时候,肯定要开啊, 肯定要开,好,那么我们这个曹丕的话,就一下啊,给我翻过来,哎呀,我们狂鼓摸到一张牌,曹丕放逐的时候,又给我摸到一张牌,那么我们现在能杀,呃,四次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开大啊,卖了四滴血,然后我们本身的一个杀,本身能出一次杀,那就是能出五张杀啊,那么我们要借助这五张杀啊, 肯定是要来进行一次大翻盘呢,来进行一次大翻盘,好,那么,祝容的话,他手里有两个南蛮啊,那么我们尽量能不能把祝容给推下来啊,因为我们一个忠诚已经死了啊,所以我们就不指望内奸他还能干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祝容肯定是要干起来啊,肯定要干起来,那么我们顺手牵羊的话,手也是不够骚啊,南蛮顺不到啊,南蛮顺不到啊,南蛮顺不到, 所以说,我们扒掉一个南蛮,祝容手里还有一个南蛮,那么我们把祝容干掉之后,那么,这个南蛮现在在曹皮手上了,所以说,那么剩下来的话,我们就算夏侯渊干不掉啊,夏侯渊干不掉的话,那也没事啊,那也没事,那么,曹皮,南蛮,一个杀,应该能搞定了,一个南蛮,一个杀,能搞定了啊,好,南蛮入侵,走起来,那么,这个肯定要无懈了,因为我们肯定要赢了啊,所以说,不会放你夏侯渊的水, 肯定不会放你夏侯渊的水,好,武善于千里夕人,啊,这个神速三刀啊,果然你,这个,挡不住啊,挡不住,真是挡不住,那么,直接就是一杀,搞定,那么你实在不行的话,那没办法,我们再开一个五谷,找一张杀呗,好在我们没有找不到杀了,所以说,那就放过你一轮,那么,好在这个曹皮,他如果喝酒的话,应该是有杀的,曹皮手里应该是有杀的, 好,那么也是啊,我们确实啊,这个曹皮啊,我们的大曹皮,都快阵亡的情况下啊,这个,哼,绝境啊,真的是翻了一把啊,不然的话,这个,接住这个南蛮啊,接住的这个南蛮啊,真的是,绝地啊,南蛮,绝地大逃生啊,大逃,嗯,大获胜啊,大获胜啊,大获胜,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把啊,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 是一个二号位的大反贼,祖师家玩家啊,选择了土豪属性比较高的这个陈玉啊,那么祖宫选择了我们的大曹瑞,但是陈玉的话啊,嗯,其实啊,我只是有点,我,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确实,他土豪属性比较高啊,他的土豪光环是比较高,这一点啊,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这个肯定是事实啊,但是, 嗯,这,这,唯一一点是采红,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个武将其实,嗯,并没有多大用处啊,可能说人少的时候啊,发挥的会比较好,但是现在如果在八人场的话啊,你如果,在面临这种,成为众矢之地的情况下啊,真的是,土豪属性高也没用啊,土豪属性高也没用,尽量学一些,这个符合自己,这个,这个身份的一些武将,当然你, 反贼选和陈玉肯定是没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是能选的啊,肯定是能选的,好的,那么我们如果要跟陈玉一起当队友,那我们肯定不会怕的啊,那么如果跟陈玉当敌人啊,那就要准确的推测出啊,陈玉,他的射服的牌啊,陈玉射服的牌,我们可以猜一下,陈玉他一般会喜欢射服些什么牌,因为主要的输出啊,因为我们三国沙现在,目前主要的输出啊, 还是沙和A啊,比如说,九啊,我们的九,沙肯定是主要输出的啊,我们的九,沙,还有南蛮,万剑,决斗,或者是顺手牵羊,过拆条之类的,那么当然我们一回合只能射服一次啊,所以说我们,射服的话就要,这个,想想清楚啊,想想清楚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如果射服沙的话,那个寒当这一刀看我们,我们可以射服, 好,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可以来,来随便射服一下,让他们啊,让他们慢慢拆啊,让他们慢慢拆,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陈玉一来,我们射服沙的话,可以给队友啊,就是说取消这个沙,那现在这个,一个九杀,我们的泰士兹啊,我们的泰士兹裸奔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肯定不会让我们的赵云来得逞的,那么肯定是,如此天王,让泰士兹, 大致也难逃,当然,我们就算没有这个射服啊,没有射服这个沙,他们泰士兹啊,我们大理之边上还有我们的保镖超岸啊,我们的保镖超岸,所以说啊,这个,反贼如果他的火力不是很猛的情况下啊,在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场,这个场面的情况下,如果反贼方啊,如果他,不是反贼方啊,如果他们主动方的,火力输出不是很猛的情况下啊, 就是说,我们射服一个沙,再加上我们草稿员啊,我们唱的,慷慨,应该,问题不大啊,保护我们队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好,桃一个,桃两个,吃起来啊,桃子走起来,吃了,还想吃,不吃,白不吃啊,不吃白不吃,吃了还想吃,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奔运摸上来的,那肯定是要,吃啊,肯定是要吃的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两个辅兵的话,我们可以猜一下,因为场上有一个赵云,有一个借胖子啊,所以说啊,我们射服杀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射服杀的情况下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曹昂啊,凭借着这个连弩给我们的太史词来送牌啊,这一点的话,因为太史词他本身啊,摸牌可能会比较白一点,那么借助着曹昂啊,和人王盾这样一波走起来的话,太史词,他本身啊,摸牌可能会比较白一点,那么借助着曹昂啊,和人王盾这样一波走起来的话,太史词,他本身啊,摸牌 主手牌,那么借助这个五手牌的话,肯定是要把这个主攻的两大,三大啊,你说韩当,他也是有一定的输出和摸牌的啊,所以说啊,肯定要借助,我们要借助太史词啊,我们的大理资来进行一波大输出啊,把这个主中方的手臂啊,把这个主中方的羽翼要给剪掉啊,剪掉啊,何况我们的太史词啊,是这个三国杀里面啊,应该算是第一波 就是说,剪刀流啊,肯定是第一波剪刀流的,你说,这个太史词确实啊,天意啊,一三二,绝对是太史词先流行出来的啊,肯定是太史词先流行出来的啊,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方天化解就另当别论了,方天化解就另当别论了,武将这个技能啊,肯定是太史词,剪刀流肯定是太史词先流行出来的啊,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剪除了主中方的,主攻方的一中和一类,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肯定是射服的有一张杀的,肯定是射服有一张杀,因为我们没有射服掉,是因为我们有闪,再加上这个八卦阵啊,有双保险啊,所以说我们没有来给射服掉,那么这个射服的杀的话,就要关键性的时候啊,来射服一下了啊, 那么如果实在,这个曹安啊,康开不到闪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我们手啊,我们几方啊,我们的队友确实是没有那个,那我们肯定是要射服,当然像现在我们肯定要,这个刚刚肯定是要赌一下啦,万一这个赌对啦,那我们就这个,逃过一截啊,那么当然我们刚刚第一下,我们射服逃掉了,第二下,好在我们的八卦啊,就比较给力打, 那么我们的许楚的话,经过这个曹瑞的明鉴啊,那这两个家伙,如果一旦组合起来,肯定是暴力组合啊,肯定是暴力组合,好在的话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陈玉在的话,估计我们现在反这份,如果啊,我们陈玉现在如果阵亡的话,应该只要这两个家伙手牌比较给力的话啊,许楚和曹瑞手牌,一旦给力的话,我们其实打崩啊,也是有可能的啊,打崩,被他们打崩也是有可能的啊,好在的话, 他们两个人过牌不是很厉害啊,手牌也不是很暴力,所以说啊,这个他们两个应该是翻不了什么盘啊,翻不了什么,翻不了盘啊,那就是我们直接就盯着曹瑞打啊,因为曹瑞他的这个主攻击心酸已经发动过了,那就直接盯着他砍呗,他还能干什么啊,是不是啊,那你如果盼黑的话,就摸牌,摸牌的话,我们也无所谓啊,我们也无所谓啊,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射服肯定是有杀或者有陶之类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关键性一个了啊,关键性一个了,那么如果我们关键性的话,来一刀啊,那么曹瑞肯定是要求逃啊,那么一旦徐楚啊,出逃就,那不好意思啊,如此天网也可啊,也可让你插翅南飞啊,那么这个九杀下去,那么肯定是要摄斧掉的啊,因为这个九杀下去啊,我们肯定是要挂命的啊,肯定是要挂命的啊, 那不管你啊,不管你,我直接跟你,直接了当的,摄斧掉,想出杀啊,开玩笑啊,开玩笑,那么没必要去顺了吧,直接一个雷沙就搞定了,一个雷沙就搞定了,所以说啊,徐楚这个家伙手里肯定是要有,肯定是有桃子的,当然我们肯定看不到,那我,肯定看不到,那么标题说啊,是有桃子都没吃啊,那肯定是,他们也知道啊,我们,这个, 这个成语啊,摄斧的牌啊,摄斧的牌里面肯定是有桃子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不救啊,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啊,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哦,那么结束之前啊,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句话,屏幕的左下方啊,有个投稿邮箱,希望广大的玩家啊,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那么第二句话的话,就是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